反习反党劳登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根据官媒的报道 在山西一处高速隧道里 发生特大车祸 官方通报有13人死亡 多人重伤 这起山西的特大交通事故 实际上早有预兆 有一位网友在推特上 他总给我来自信 他揭露山西交控集团 一些领导大肆贪污腐败 输于高速公路的管理 他就预警 山西高速一定会出大事 这次果然是出大事了 这位网友的预见 真是非常英明 根据网友的爆料消息 这次山西的特大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远远超过20人 因为车上有50多人 大个车里有50多人 这位网友对于中共隐瞒死亡人数 他感到非常不解 一次交通事故 为什么少说了一半多的人 感到气愤 后来我也给他回信 没有什么不解的 气愤什么的 这是中共的一贯手法 就少报瞒报 国内就这一两天发生了三起严重的开车撞人事故 一起发生在沈阳 3月19号7点左右 辽内省沈阳市铁区区林空二街附近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黑色轿车冲入对象的人行道 现场造成一人死亡 四人受伤 四名伤者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截至目前 事故更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另一起发生在浙江泰州 泰州一高校 发生汽车冲撞行人事件 造成多人受伤 官媒说是3月19号11点20左右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内 发生一起车辆冲撞行人事件 根据网传视频显示 有近10名同学不同程度受伤 最严重的一起是发生在北京 3月19号晚上8点左右 在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 一辆黑色汽车冲入飞机用车道 将行人电动车撞倒一片 许多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造成数十人死伤 肇事男子撞人后十分嚣张 还指着围观群众叫骂 出事地点距中南海仅3公里 这三起恐怖袭击事件 开车撞人事件都发生在3月19号 都同一天发生 北京的这一起实际上早有预兆 我的爆料邮箱里 前几天曾经收到过一封奇怪的来信 这个人说他要在北京制造一起重大事件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人 当时我是进行了劝解 我是苦苦剥心 让他放弃任何鲁莽的行动 想不到他是真的去这样做了 我在节目中实际上我已经做出预告了 我这一周之内北京可能要发生一起重大事故 我的那一段视频被小编剪掉了 这种针对贫民施加的恐怖袭击行为 我是在节目中一直在急于谴责 这不光是懦夫行为 甚至是一种非常缺德的垃圾行为 我们不总说冤有头战有主出门左转市政府 这怎么又奔行人去了 最近势头很好 什么张台港市政府被炸 抚批武汉市政府冲撞中南海新华门 这个才是豪杰 这是英雄 怎么又冲到学校里 又冲到市场 又冲到北京这起 是冲到人行道 为什么又这样做了 中国人就这点出息吗 受了欺负了 只能向更弱的人 只能向弱势者 只能向贫民老百姓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19号一天发生三起这样的事故 这真是史无前例 绝无仅有 说明这个社会的戾气 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社会真的像高压国一样 随时可能会爆炸 一天三起冲撞 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绝无仅有 共产党你们还是有什么脸在那吹牛皮 你们不是维稳吗 不是最安全的国家 最安定的国家吗 是强国吗 怎么一天三起这种恐怖袭击事件 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你们不反思吗 老百姓有冤无处诉 只能去报公祠去哭 去哭你们就关闭它 广州现在要去什么 黄大仙祠去哭 我估计黄大仙祠马上也会关闭了 鼻的这些人不得不开车冲上街头 去冲撞行人 这个社会没有公平 没有公正 没有任何解压法 只能是这种恐袭事件层出不穷 最后全社会彻底大爆炸 彻底大乱 一天三起 照这个势头 全社会大乱 这一天还会远吗 关于北京燕郊的大爆炸 网上现在又流传一些消息 说燕郊的爆炸 是东部战区发射导弹 导弹偏离目标 击中了燕郊的那座楼房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说就是东部战区要袭击中南海用导弹 结果打偏了 打到燕郊去了 这两个消息 我向国内做了核实 国内的爆炸渠道 是完全否认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东部战区目前还没人敢这样做 向北京发射导弹 或者是导弹偏离目标 偏移到北京郊区去 这是掉脑子的事情 没人敢这么做 目前也做不成 不可能这样做 确切的消息 还是燕郊的爆炸 是针对陈文青车队的 陈文青当天要经过路口 有人提前放置炸药 要袭击陈文青的车队 这次袭击 恰恰就是王晓宏的特军局操作 显然就是王晓宏针对陈文青去了 这则消息也仅供大家参考 现在全网关注河北邯郸的霸凌虐杀事件 一位中学生被另外三个中学生给干掉了 情节非常之残忍 有网友爆料说 更新一下 煮饭的爷爷参一个毁尸被抓 爸妈在外打工 个子最矮的家里三代都是混子 一个比一个不讲理 现在家人全跑了 受害的小孩也是有爹有娘 没有家 父母是民间歌舞团上班认识的 有了孩子以后 爸爸就去山东打工 然后在山东又成了一个家 爷爷奶奶劝在家带孩子的妈妈改嫁了 孩子就跟着爷爷奶奶住 人这一辈子要经历多少坎坷 毁灭了 毁灭吧 全秃秃了 藏识地点就在我的隔壁村 离我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 现在消息很乱 很多不识消息 有说村民群情激愤 差点把嫌犯打死 这是假的 并没有 都是看热闹 当然也心疼死去的孩子 那个视频群情激愤 是家属要看孩子遗体 警察不上看 据说太惨了 先让庞系亲属认证了一下 都在说凶手的事 我就说说我们这执法的吧 家属两天的时候都不让看孩子尸体 然后直接让签字尸点 警察一直拦着不让看 再怎么说 你得要看一眼吧 煮饭的爷爷奶奶在事后 应该有餐女抓起来了 这种事情发生以后 无论受害者还是嫌疑犯 家庭就没一个怎么说呢 不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就是感情不合 离婚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最可恨的是这三个人 如果真心悔过 还有机会像平常人一样过下半辈子 当然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 愿意给人这样的机会 可身为父母 我们就应该想办法 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具体说说我们这儿的情况 关于教育 教育改革 私立学校限制名额 不让上 都得去公立的 可公立的学校老师的工资 还有福利来自于上面 大部分不怎么尽心尽力 你好好教学 不如多跑跑关系 我同村的一个 在学校是个小领导 我问他你需要代课不 他说需要 要升职必须有多少的代课量 不过我代课都让孩子们上自己 也轻松 说的还挺光荣 这样的老师能教出个啥 关于父母 我们这边 邯郸肥乡经济一般 本地没啥企业 在家想干点什么 就全是基本农田了 没关系 你啥也不让干 河北省委书记 要让我们做北京的护城河 所以在外打工的多 造成留守儿童特别多 父母常年不在身边 孩子都跟着爷爷奶奶 自由生长 关于执法 有个说法是 如果你们俩孩子有争执了 你肯定会仔细了解情况 如果两头猪在军院里打架 你肯定是提着棍子 每个敲底下 我们这的学校就这样 遇到什么事 先把受害者控制住 前段时间 有个公立学校小女孩 自己拍霸凌同学的视频 发出来了 我转发的微博 第二晨早上 派出所就打电话 让我过去 我问干嘛 他说你自己做了什么 自己轻重 你在微博上发的 我说我没空 警察说我们去找你 没下文了 这件事情也有好多人被打电话 从不正面回应老百姓的疑问 发个通告也是模模糊糊 尽量做到不包含任何具体内容 邯南的这起霸凌虐杀引起舆论的关注 网上最近关于霸凌的视频也非常多 很多学校存在这种情况 很多学生用手机拍下来的现场视频都惨不忍睹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变成了这样 中国的学校都变成了这样 同样就在邯南去年5月份还有一起 一个学生下体都被打伤 霸凌的就打伤人的学生还自称他老爷是什么县长 就这么霸道 打完了现在都是白打 去年5月份发生的事情到现在快一年了 派出所仍然没有处理 记者问派出所打电话 采访派出所说还在处理当中 中国的学校是中国社会的全息缩影 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 它跟中国的社会是一模一样的 中国社会充满着不公正 充满着利器 中国的学校能好到哪里去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谁有势力我老爷是县长 我就敢打别的同学 谁拳头大就可以欺负其他的同学 这个是跟社会是一模一样的 中国的社会发生了什么 在学校里同样也会发生什么 这不是中国教育或者学校出现什么问题 是中国社会整个出现问题了 反映到学校 反映到学生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 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变化 中国学校的霸凌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而且会愈演愈烈 相似的这种凶爱还会层出不穷 不是说这三个孩子判不判 什么枪不枪毙的问题 根源是在于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在于这个社会的不公正 不合理 没有法治 学生学校才会这样 习近平在两会之后 第一次出去视察 他首战是到了湖南 到湖南长沙以后 他先去了长沙第一师范学院 毛泽东的母校 爆料消息说 习近平原定还要去烧山 可能是为了顾及影响吧 现在都说中国向左转 后来他又临时改变主意 没有去烧山 去了常德湘西北 我在前一期的视频节目中 说到了黑龙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显刚 他被抓 他有很多反习言论 妄议中央 很多网友问 就是李显刚说了什么反习言论 我得到消息 李显刚倒没有什么长篇大论的反习言论 可能私下的发一些牢骚 我现在得到的消息 都是一些很粗鲁的话 反而是没有什么长篇大论的 批息的言论 他又没有发表文章 又没有什么座谈会之类的 只是私下的一些批息言论 被汇报上去 上纲上线 能说的都是什么习近平傻叉 跟我们说的都一样 是什么狗的什么东西 说他又怎么伏笔倒退 什么超线话 跟我们说的都差不多 最主要的是让习近平不满的 李显刚 他说他有消息 证明说李克强就是被习近平给害了 那你这样说你肯定要负责上那 那习近平要追究的责任 结果就被中纪委给拿下了 黑龙江人大在李显刚被抓以后 因为他是人大的副主任 人大就开会开常委会 拥护这个决定 拥护李显刚被抓 通篇都没有提到李显刚有什么贪腐 都是说批判李显刚妄议中央 要强调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还在说那句老话 身在最北方 新西乡党中央 不能学李显刚 不就证明了李显刚骂习近平妄议中央吗 看起来不光是我们老百姓反感细胞子 中共的高级干部们也都心照不宣都在骂他 有的人在心里骂 有的人是在私下骂 你骂漏了被举报了 你也就出事了 就是这么个事 我们在海外骂还好 现在没人来抓 香港出了一件大事 就是香港共产党控制的立法会 通过了23条立法 国安立法 2003年的时候 中共就要通过23条立法 结果引发香港市民上街抗议 几十万人上街 现在中共已经控制住香港了 中共就快速通过国安立法 香港通过恶法以后 香港就彻底变成死港了 估计西方国家会有所动作 要做出一些折射反应 估计就是什么 比如说取消香港人的免签待遇 甚至是取消香港最会贸易区待遇 也可能把香港踢出WTO 世卫它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 比如说还有美国可能切断香港的美元联系汇率 这对香港经济都会是致命的打击 英国人用了100年 把香港建设成了一个世界金融中心 东方明珠 细胞子用了10年多的时间 彻底摧毁了香港 把香港彻底内地化了 现在香港发生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老香港人在出走 纷纷移民 共产党弄了一些大陆人去香港 彻底置换香港的居民 香港可不就完全内地化了 无非就是深圳一样的一个普通城市 东方明珠世界金融中心 沦落至此真是中国的悲哀 细胞子这么胡作非为 摧毁香港 不光是会有经济的后果 会有政治的后果 它也一定会有报应 这样胡作非为 它一定会有报应 国际消息很多 我们只说一条 在共产党国家 古巴 硕国仅存的五个共产党国家 中国 北韩 越南 老挝和古巴 也是美洲仅存的共产党国家 古巴 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 在古巴的第二大城市 圣地阿哥 几万市民上街 抗议停电和食品不足 这场抗议活动正向古巴全国蔓延 大有推翻古巴共产党致势 我们希望古巴这次民主运动 能够彻底推翻古巴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这样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共产独裁国家 中共也会少一个铁杆盟友 活乐环节 我们再看一段视频 着急 我们自己就能把自己弄死 你再给点时间 早餐压硝酸盐 腌制长寿瓷性猪幼 跨界扮演大蠢驴 配香精调制豆浆 午餐彩虹碗 乘泰国香米饭 配梅干菜 扣血泊淋巴铁子 甲冻线 喝一杯烧仙草 烧仙草搜了 哪能吗 人员员工期有 尝完了递给我的 你要搜的话 已经就告诉我了 谁像你仙人那么坏啊 你那是瞎象棋把棋子吃了 一脑袋泡 晚餐火锅算合成 配上甲醛鸭血 再喝点酒精勾兑的特工酒 哎呀 酥的 小叶整个淀粉肠 再找不点烂水果 切切的边角料 整个锅盘子 独大一个化腐朽为神奇 透过不防火的防火剥了 是吧 看着那个不灭火的灭火器 他就一个七月 我死了一天就完美结束 我都吃淀粉肠了 你给我搞什么油呢 还有骨泥 厂家都说了 大伙儿是给狗吃的 那万天瓦们一直在这吃狗吃呢 我说我的狗怎么离开了我呢 走之前还不好眼 和红了我好几眼 我哭到我里 伦大随 受到了陈宗的打击呀 为啥好几万一瓶 太上老君托梦给的配方 号称包治百病的神酒卖的好呢 谁也知道谁能活哪圈去啊 有钱不花死了白搭啊 造吧 值得为啥五十米一个药店吧 因为怕我撑不到六十米啊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